张化县舍头乡南市村南市巷的一处平房传出了命案 1米50岁的肖姓男子倒卧在自家门口,颈部有刀伤 他的母亲发现之后向警方报案 警方也已经找到一名陈姓男子,正在厘清陈姓男子是否涉案 请听张文璐报道 这起命案肖姓男子被妈妈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争相 倒在自家门口,颈部有明显刀伤 警方获报到现场采集证据,同时也了解死者的交友状况 据指出一名年约50岁的陈姓男子疑似跟死者有过口角 警方巡献追查,在永静香找到这名男子 田中分局侦察队队长姚志明表示已经将陈姓男子带回讯问 至于是否涉案,警方正厘清中 在队里面在深入了解是否有涉嫌 目前还在突破当中 据指出,肖姓男子住家现场有打斗的痕迹 至于为何遭到杀害,有待警方调查 中广记者张文璐在彰化报道